2005年5月26日,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受到联合国邀请,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一会议室,举行了以爱和感恩为主题的专题报告。 这次报告的内容,是他所做的几百万次水试验的研究总结。 通过大量的水试验,江本胜博士发现,我们起心动念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字,对水的结晶会造成物理上真实可见的改变。 我们的意念与想法,正决定并改变着我们周围的环境,尤其是水。 面对这一惊人结论和无可辩驳的试验结果,参加报告会的全体观众,集体起立鼓掌。 这就是曾轰动世界的江本胜水试验。 上世纪90年代,江本胜博士通过高速摄影的方法对水的结晶进行拍照,在进行了几百万次水结晶拍照试验后, 他发现人类意志可以影响水分子结晶,结晶的眉酬与实验者的正面与负面思想高度正相关。 据此,他相信水具有复制、记忆、感受和传达信息的能力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江本胜博士的一些实验结果。 这些是容器上贴有正能量文字的标签,里面的水结冰后的冰晶照片。 这些是容器上贴有负能量文字的标签,里面的水结冰后的冰晶照片。 这些是把原来的负能量标签更换为正能量标签,相同的水形成的结晶的变化。 这些是装水的容器放在照片上,水结晶的相应变化。 2005年5月26日,江本胜博士在联合国的专题报告中播放这些照片时,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许多实验室对水晶体出现各异图案的分子学研究也随即展开。 200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宇克·蒙卡尼认为, 水的冰晶一般情况下具有固定结构,但水会因吸收能量产生二氧化三氢的六角形结构。 人类的能量将影响水的结构重塑,因而熟知的水实际上是一种能够读取和存储信息的载体。